四十几年前当时电影海报多是手工绘制 而现年快七十岁的纪云烟 他就是业界相当知名的师傅 近年来他转型彩绘墙面 日前就受邀到卢州区水南里来帮忙 顶着大太阳已经快七十岁的纪云烟 认真的在墙面上打着笛稿 从事彩绘墙面虽然是近几年的事情 但是五十年前 他可是业界知名的电影海报绘制师傅 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画 包括那种什么早期电影的 以前那个什么国宾西院以前叫美杜利 你们还不可能年轻人不晓得 他以前名字叫美杜利 后来他拆了房子拆了从盖大楼 就变成国宾西院 大世界也没有了 国际西院也没有了 中国西院也没有了 新世界也没有了 新世界还有了 西门町那边还有 这次他来到卢州区水南里 进行墙面彩绘 为了彰显里内仁爱公园的多元风貌 他除了尽力完成里长的要求 也提供了自己的专业建议 他们就是要画的 好像公园 很漂亮很温馨 有小孩子在玩阿伯乐花 人家公园好像有在这边 椅子可以他们坐起来拍照 怎样感觉上有 画面会比较生动一点就对了 那我说好啦 我尽量会给你画清楚一点漂亮 我说你现在好像画的很黑 我说这个打底颜色就是这样 画好了它光线点出来 就会比较漂亮 这么一大面墙 大约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完成 虽然现在还在打底的过程 但是已经约略 可以看出色彩亮丽的风格 期待近日完成之后 能让行经这里的人都觉得赏信悦目 记者方建凯琳锦宇 卢州采访报导